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儿童性教育课堂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预防性侵 小朋友可能会疑惑性侵是什么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什么是不好的身体接触 在不好的身体接触中有一种特殊的身体接触 就是触摸我们的隐私部位 这种行为就是性侵 那什么是隐私部位呢 隐私部位就是平时我们裤衩 我们背心盖住的地方 你一定要记住哦 这些地方是绝对不允许别人来触摸的 那当别人来触摸我们的隐私部位的时候 也就是要对我们发生性侵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保护好自己呢 那这节课我就来告诉大家 关于有人侵犯我们的隐私部位呢 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它们分别是言语的侵犯 视觉的侵犯和触摸的侵犯 我们先来讲一讲言语的侵犯 言语侵犯偏知 不许用我的小机器开玩笑 言语的侵犯呢 就是有人向我们说一些不好的 有生殖器官的话 或者拿我们的生殖器官来开玩笑 下面胡子哥哥就用微微的故事 来给你讲一下 微微呢 每周六会去上课外的辅导班 这天下课之后 班里就只剩下了老师和微微 这时候老师就对微微说 让我来摸一下你的小机器吧 看一下是不是长大了 小机器呢 就是我们的隐私部位中的阴晶 就是我们的生殖器官 老师说的这句话呢 就是言语的侵犯 这个时候呢 微微要果断地拒绝 我们可以说 老师不要碰我 我不喜欢你碰我的隐私部位 第二步 想办法尽快地离开 我们可以对老师说 老师我知道了 我等会儿呢 还要和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去我的爷爷家吃饭 他们已经在家里等我了 我要先走了 那第三步 就是当我们回到家以后 我们一定要如实地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们家长 告诉家长老师对我们说了些什么 有没有碰我们的隐私部位 我们绝对不能为坏人保守秘密 下面我们来讲第二个侵犯 第二个侵犯呢 就是视觉的侵犯 什么是视觉的侵犯呢 就是有人要看你的生殖器官 和有人让你看他的生殖器官 有一天 有一名叫做家家的女同学 放学之后呢 和她的同学一起回家 他们约好一块儿 在学校后面的树林里面 玩一会儿再一块走 就在他们准备要回家的时候 发现树林的不远处 有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子 突然间从他们转过身来 一把打开了他的风衣 结果里面什么都没有穿 露出了他的生殖器官 这个时候和家家在一起的同学 都吓得叫出了声 大家想想 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呢 家家虽然没有直接的 和对方的身体有接触 但是对方却把自己的隐私部位 暴露给别人看 家家看到别人的隐私部位 是一个被强迫的事情 因此啊 这就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当我们遇到这种不好的行为的时候呢 我们要马上排胎 最后把这件事情告诉家长 第三个侵犯 就是触碰的侵犯 触摸侵犯偏知 大伯的魔爪 安琪呢 有一个大伯 有一次来安琪家里面 找安琪的爸爸妈妈 恰好当时安琪的爸爸下楼去买东西了 妈妈呢 又在厨房里面准备午饭 于是 就剩下安琪和大伯两个人 在客厅里面 大伯看妈妈在做饭背对着客厅 就把安琪拉到面前说 安琪 你长大了越来越漂亮了 大伯说话的同时 还会把安琪抱在腿上 并且一只手开始往安琪的裙子里面摸 想要去摸安琪的生殖器官 安琪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这种不舒服的触摸就是触碰侵犯 大家觉得这个时候安琪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 他可以向大伯明确的表示拒绝 他可以对大伯说 大伯 我不喜欢你这么碰我 我觉得很不舒服 把你的手拿开 然后迅速的去厨房 去妈妈的身边 最后 等爸爸回来了 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爸爸妈妈 大伯 他把手伸到我的裙子里面摸我的生殖器官 家长在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呢 才能够更好地保护好安琪 因此 当我们遇到了不喜欢的身体接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记住做好这三件事 第一 拒绝 一定要大声地拒绝 向对方表示 不行 第二 离开 想办法尽快地离开危险的场景 第三 说出来 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信任的成年人 像我们的爸爸妈妈 我们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隐私侵犯的时候 一定要提高警惕 面对威胁也不要害怕 如果有人对你说 你把你的裤子脱下来让我看看 如果你告诉了别人 我就把你全家都杀掉 只要你听话 我就会放过你和你的家人 当坏人这样子威胁或者恐吓你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他们说的话吗 首先 我们不要害怕他们的威胁 遇到这样的危险的时候 我们应该想办法及时地离开 但是触摸隐私部位 有两个特殊的情况 第一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呢 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帮助我们清洗身体 这个呢 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但是随着我们慢慢地长大了 我们开始学会自己清洗身体了 我们也学会了独立的洗澡 家里人也开始意识到 不能触碰我们的隐私部位 第二 当我们的肾脂器官生病的时候 妈妈可能会带着我们去看医生 医生给我们检查身体的时候呢 也可能会看到或者触碰我们的隐私部位 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如果在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 我们的生殖器官也没有生病 就有一个医生说 哎 我要检查你的隐私部位 那这种情况就是不可以的 好了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我们知道了什么是隐私部位 也知道了该如何预防别人来侵犯我们的隐私部位 那么我给大家留一个问题 如果有小朋友不小心遭遇了 侵犯我们隐私部位 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 请把它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那下节课我们要讲的就是 当一个小朋友已经遇到了性侵 他应该怎么办呢 请同学们准时收看 请试开 请 읽订阅